驻美代表金普聪被任命为国安会秘书长后 首次在美国华府与媒体查序 那么他表示他一直是角色主义者 因此呢在回国后他不会再为选举操盘 谈到担任驻美代表一年多来的感受与收获 金普聪说他认为预定目标基本上已经达成了 接下来是中天特派记者张国华来自华府的报道 驻美代表金普聪出任国安会秘书长 引起绿营的强烈质疑 不过金普聪在华府向记者强调 作为一位角色主义者 他绝对不会再为选举操盘 我想我从事公职多年 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角色主义者 不论在哪个职务上都是 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我很清楚 我为了工作是国安会的秘书长 不是国民党的秘书长 我说过 我想各位都知道 我不只一次说过 2012是我最后一次操盘选举 出任国安会秘书长后 对台美关系和两岸关系 有什么考量与规划 金普聪只是蜻蜓点水 一语带过 对于 未来还没有担任的工作 我现在是不宜多谈 将来担任了工作之后 在工作的初期 也是应该压制滑水 少说多做 用实质工作的成绩来接受外界的检验 金普聪担任驻美代表 前后一共15个月 谈到驻美的心得与收获 他也只是仅仅点到为止 在过去这段工作时间内 在驻美代表出所有同仁 大家一致的努力下 我们大致上都能够达到 我们预期的工作目标 那我在这个工作上 不论是哪一个工作上 我觉得每一天都可以有 学习有收获 金普聪在记者会上发言审慎 而且尽量是少说为家 唯一他明确表示的是 他将在三月中旬返回台湾 记者张光华中一听 华盛顿的报道